杰克逊这把拿的是一对K 条太郎拿的是一对石 看来棒子这把是凶多吉少了 我跟你十个亿 再大你十个亿 你大我十个亿 我大你二十个亿 你大我二十个亿 老子直接说哈 这把老子就跟你硬钢到底 不得不说 老子是真的佩服你这飞蛾扑火的勇气 可惜啊 最后都是无用之功 这一把老子就跟你说哈 等下就让你滚回老家吃泡菜去 哼 等下你将会为你的嚣张付出代价 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绝招 这棒子在做什么 难道他是想 好家伙 一对石竟然变成了一对A 原来这棒子会特异功能 看来这把杰克逊要吃别了 杰克逊 这把你不可能赢我了 我的底牌是一对 这嫖太浪的底牌竟然是一对A 我尼玛 结合公共牌之后 就是四条A了 这把肯定是他赢了 不就四条A而已吗 就这你还想赢 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 你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知道 有个东西叫铜花顺吗 你该不会是 没错 你好好看看老子的底牌是什么 卧槽 杰克逊的底牌是黑桃勾和黑桃巴 结合公共牌后 竟然组成了八九十勾皮尤的童话质 我的乖乖 朴太浪的四条A竟然被杰克逊的童话顺秒杀了 这也太特么玄幻了吧 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杰克逊肯定也会换牌的特异功能 而且功率在朴太浪之上 看来我跟他 今天注定要有一场恶战了 我宣布 朴太浪先生已经输光筹码 正式被淘汰出局 臭小子 看到了没 老子已经送他回老家吃泡菜了 下一把就到你了 你要是失去点 现在退出的话 还为时未晚 不战而降 向来都不是老子的作风 有什么绝招 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老子就看看 你到底有多厉害 我拿的只是一对小三 没想到他竟然拿到了一对A 这家伙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先一丝一丝一下吧 十个亿 才十个亿 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了 我给你十个亿 再打你二十个亿 看来十三少这把拿到的牌不错 竟然敢直接硬刚吸不毒啊 这算什么 还没到他最疯狂的时候呢 你吸品一下 为什么别人都叫他说哈哥 现在的公共牌是两张A和两张三 还有一张五 看来这一把又是我赢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咱们也不必浪费时间了 咱们直接说哈吧 看到了没 十三少说哈了 不愧是说哈哥 说说哈就说哈 不得一点犹豫的 很好 敢跟老子直接说哈 老子就陪你玩到底 就这还远远不够 咱们再玩大一点吧 你想怎么个大法 我看你今晚也赢了不少 加起来应该也有个五百亿美金了吧 这样吧 我额外也拿出五百亿美金出来 咱们一把定输赢如何 我没听错吧 十三少要拿出五百亿美金出来 跟杰克逊硬刚一把 我泥马 疯狂 十三少真是太疯狂了 既然你一心求死 老子想不到拒绝你的理由 好 就按你说的办 咱们一把定输赢 这一把就让你的底牌变成两张空牌 看你还怎么跟老子动 卧槽 老子的一对三 竟然变空牌了 看来想要战胜他 不单单要保住自己的牌 还得让他的底牌 也变成空牌才行 怎么老子的底牌 也变成空牌了 难道这小子也会特异功能 很好 今天咱们就看看 到底谁的功力更胜一筹 好不容易变回来的一对三 又不见了 这西方赌王的实力 还真不是该的 没想到这小子的功力 竟然能跟我不相上下 刚变回来的牌 又被他变走了 还真没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强 能跟老子硬刚到如此地步 可惜 你还是差了一步 卧槽 这杰克逊的底牌 竟然是两张空牌牌 这是不是意味着 十三少这本了 想赢老子 不可能 老子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手里的 也是两张空牌牌吧 这一把 咱们最多算平手 十三少 赶紧开牌呀 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吧 卧槽 这特末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两张 小三又回来了 十三少的底牌 是两张三 结合公共牌之后 是四条三 十三少赢了 十三少厉害 十三少牛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的底牌 怎么又变回两张三了 这不科学啊 那是因为我 我说过 你迟早会为你的 嚣张付出代价的 你 你怎么还没回家吃泡菜 竟敢来坏我好事 十三 你不用感谢我 我只是看不惯 这家伙的嚣张嘴脸 才会出手教训一下他而已 咱们后会有期 没想到关键时候 既然是这棒子 帮我一把 杰克逊 妖怪只能怪你刚才 太嚣张了 恭喜来自龙国的十三少 获得本次赌王大赛的冠军 同时获得一千亿美金的奖励 我的乖乖 我真是太羡慕十三少了 这一下子一千亿美金到手 真是太爽了 这一千亿算什么 老子可是要做一个 称霸世界的男人 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啊